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杰克你好 嘿 这个好了吗 诶 这次好多了 我们在想你要是在电麦我就直接微信你了 哈哈哈 好 谢谢谢谢 好来海外华人重新来吧 海外华人你好 来安安几岁哪里人 30多岁北美洲墨西哥 好30多北美墨西哥 墨西哥的高华你好 好不好直接叫你高华了 反正你也自封高华 对不对 我也不是自封是对网友封的 好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点 就是反正我刚才表达的一个意思 就是说过去两年中国取得了很好的防疫成绩 你重新重新大概论述一次好了 好不好 好 就是说防疫人员和老百姓也都很辛苦 付出了很多 就是说之前我们在海外呢也听到各种各样的说法 比如说如果在病毒初期中国就控制住 不会危害全世界 对吧 然后呢 所以甚至有的人把这个称作中国病毒 那作为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呢 我们对这种说法呢也都是遇到的时候也都会来驳斥或解释 对吧 就是说这个病毒因为它的特性 它的位置 就是在这个疫情初期我不相信有其他政府会比中国做得更好 或者说我也不相信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控制住它而不去传染到其他的地区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病毒是我们整个人类的一个问题 把它叫做中国病毒 然后武汉肺炎都是很不公平的 那后期呢中国这个控制的比较好 这个数字下来了 然后我周围的包括同事 他们有的就会旁敲涉及的问 说你们这个数字是不是不真实 对吧 像这种情况呢我也会 我相信不光是我了 就是说我们在海外的华人 应该都是对国内情况都是相对比较清楚的 对吧 那也都会给他来做出名 那我觉得中国的这个防疫成绩呢是有目共睹的啊 包括之前我们在对话的时候 我比中国都可以打到80分 对吧 这个就是说无论是墨西哥还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 可以说是远好于其他国家的 那可能可能是还我这里还是要刺一下 可能还是不如朝鲜啊 好朝鲜还是你的第一啦 好OK 就是说然后呢 其实在捷克在你这个平台上呢 就是说可以说是国内的朋友 占主流 对吧 然后呢 就是大家对中国的这个防疫的成绩呢 可以说都是比相对比较清楚 比较有目共睹的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中文的一个社交平台 对吧 大部分都是讲中文的听众 那反而是存在的一些问题呢 因为这个信息不对称啊等等的原因呢 我觉得我们来反映这些问题 反而是更有意义的 那所以说这次呢 我觉得我还是要多聊一些问题 比如说呢就是过去两年 那我们这个海外的华强确实面临着回国的种种障碍 这个情况呢可能很多国内的朋友并不了解 比如说我的一个朋友在里面说不可能啊 我昨天还在这个公司看到一个老外呢 对吧 但是呢事实就是这样 事实确实是这样 就是说就这个外籍人士来说呢 现在基本上就几个途径 一个是人道主义签证 一个是商务签证 第三类呢可能就是这个疫苗 就是如果你打过中国疫苗的话 那在一个国家是可以签证的 那其中呢就是大部分人呢 就是包括商务签证吧 他的要求条件都是非常苛刻的 就是比如说要求这个省级的外办 给你出示这个邀请盘 那这个门槛很高的啊 那中国疫苗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在国外的话 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的 对吧 或者说很多国家是没有的 我甚至有看到有的这个人 为了打到中国的疫苗 专门到第三国啊 在两个星期 把中国疫苗打完之后再申请签证 但是就大多数人来说呢 可能只能走这个人道主义这条路 但是呢这个人道主义的签证呢 他的这个条件也是非常苛刻的 他呢要求是必须要有直系亲属的 病危病重通知书 或者是这个这个这个去世的证明 那像这种病危病重通知书呢 都是需要医院来正规出具的 并且呢需要有除了这个这个 他还需要你所有的病例啊 检测证明啊 医院的收据啊等等等等 就是一系列的其他材料来支持这些东西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 还有一些额外的障碍 比如说 比如说在回国的时候 你需要有一个绿码 那这个绿码呢 它有很多很多的条件 那最新的一个条件 比如说在呃呃 shocked 对美来说的话呃 他现在要求你提前七天到起飞地监测 并且在起飞地自主观察七天 嗯 然后呢再起飞前48小时 还要再做两次检测 嗯也就是说你说回回 回国嘛回大陆对不对 去大陆回大陆 对那就是说 比如说美国吧我们就以美国为例了 他可能只有几个城市有直飞 有到中国的航班 那你在其他城市生活的人 就先要提前7天到这个有中国航班的城市 对啊 提前7天检测 起飞前48小时再做两次检测 然后还要在起飞跌隔离 观察7天 这些东西呢是对所有的 无论是中国国籍还是海外 华人 都是都有这个要求 那再比如说这个 航班的垄断 就是说如果你 之前的这个 航班 里面有这个有一定的这个阳性比例 那这个航空色的这个航班就会被 后续的航班就会被取消掉 那像这种情况呢 确实给很多人带来很大的麻烦 比如说有的人他 准备回国了 他把 房子不租了 吃了耐掉了 然后大包小包的到了这个地方 结果突然通知他航班熔断 对吧 并且这个航班熔断 还不是熔断一班两班 而是一段时期 具体的 肯定是有相关的规定的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 就是在 2020年在去年的 这是前年了 在疫情期间的 有一段时间的在海外的一些中国人 他不能 更换 护照不能及时的更换护照 可以说 就大使馆处于一种 可能一种 暂时不工作的一种状态 然后我周围的朋友呢 就是说就是有这个父母 因为病重 他 赶紧申请人道主义签证 但这个人道主义签证的 这个申请时间 是不确定的 有的时候可能 一个星期可以下来 有的时候可能要一个月 然后呢 这一个月之后再回国 还要隔离 前前后后 可能要 三个星期 这样子 我身边的朋友 就这种父母 因为重病去世 因为这种签证的拖延和隔离 见不到亲人最后一面的 这个呢 确实都是非常残酷的 但是我在这为什么要来抱怨这个事情 或说这个事情呢 主要还是因为和其他的国家和地区 有一种对比 比如说咱们 这个台湾来说 像台湾的话 临近春节了 你们之前是隔离14天 现在变成了7加 有这种7加7加7的这种选项 对 这种选项的一个 考量呢就是因为 没有这个足够的隔离酒店 对吧 但是又为了要照顾这个 同胞 回国过年的 返乡的需求 对吧 在这种情况下 那变成了在酒店隔离7天 可以有更大的容量 可以允许更多的这个同胞返乡 对吧 毫无疑问 隔离 降为7天也好 还是更多的人进去也好 都会 都有更大的可能性 把这个病毒带进去 这是毫无疑问 对吧 这个里面的就有一个考量 就是说 我的这个 考量的点在什么地方 对吧 或者 我们再说的极端一点 那如果 有一个国家 比如说 朝鲜 他不允许任何人进去 那他可能可以说是最安全的 也不允许任何的货物 也不允许任何的人进去 可以说是最安全的 那我们是需要做到这样吗 所以你的意思是 中国大陆的 边境防疫管控 太严了 针对针对你们这些要 就是尤其要对入境大陆的 人来讲 太严格了 你个人觉得 你觉得不合理吗 我觉得是 可以说是非常的严格 甚至说非常的严苛 有很多不人道的地方 不人道 对 比如说 作为这个疫情已经进入第3年了 对吧 我们经过层层的检测 然后 也愿意接受大陆的这种 加强的隔离 对吧 在这种情况下 还 制造很多的障碍 无论是华 无论是中国籍也好 还是外籍也好 外籍的这种华人也好 制造种种的障碍 不给大家 或者是说事实上就是阻碍大家回国 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 然后 在提到这个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 包括在网上就会问我 你抱怨这个是因为你是 你已经不是中国人了 对吧 中华人我们是欢迎回来的 是可以回来的 但是我想说到呢 这不是事实 中 在海外的华人确实也是有很多的障碍的 你说就算是中国人 就是 中华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要回去也是有障碍 跟你一样的障碍吗 就包括我周围有这种父母病重去世的 他们也是因为这种 绿码 隔离 最后没有见到父母 这个时候呢 我就正好看到一个台湾的一个规定 这个是2020年10月7号的一个规定 我回头可以发到这个Discount群里面 就是说 指挥中心对于这个 居家检疫者申请外出扳撒或探亲的规定 他的一个规定呢就是说 如果是需要奔丧或探亲的话 在隔离一天之后 如果检疫是阴性 那就可以在 适当的情况下 经过这种特殊的安排 来出去 来做这个探视 那然后 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就是说关于这个 海外华人有没有回国的这个权利 那我实际上我就在这想问一句 这个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有一点黑色幽默的 就是说 第一个 我们在国外居住 入了外籍是罪过吗 或者是说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原罪吗 这就是我们 这就意味 如果我们加入外籍 我们就是背叛祖国的人吗 或者我如果再举一个不太恰当的比例 比如说你是南京人 拿了北京的户口 是不是 不可以回南京 或者是说你回到南京 就要被南京的人 你为什么去北京 那 同时呢 就是说 还有一些情形 对比于我们这种 在中国大陆 出生长大 然后 后来因为工作生活入了外籍的人来说呢 我觉得是非常的黑色幽默的 第一个 比如说台湾 我们知道 是 船上双通国籍的 或者是允许双通国籍的 对吧 那假设有一个台湾人 他长期在美国居住 他有美国的护照 但是呢 他同时他有台湾的护照 那在目前的政策下 他是可以去踏入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知道在网上有一些这种YouTuber 比较我经常关注的有一个叫郭杰瑞 他是在美国 我以为你要说 是郭杰瑞 不是不是刘杰克 是郭杰瑞 还有一个叫 Blondie in China 是一个澳大地亚的YouTuber OKOK 他们最近都 去了中国大陆 那作为 OK 作为我们有 直系亲属 在大陆的人 已经进入第三年了 还不给签证 不允许去探视 父母 难道我们的这个 人权和我们的权力 比这两种人 更不应该回大陆吗 嗯 就相对 那甚至我再提到刘杰克 对吧 对吧 或者是有一些台湾人他现在 他 当然杰克宁很不重的情况了 有一些台湾人 他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对吧 他在中国也没有什么 直系亲属 那他现在就是因为工作也好 因为就学也好 还是因为 因为就像去旅游吧 对吧 去中国大陆 难道他比我们有更好的回国的 更合理吗 嗯 嗯 好啦 举个例子 就是你觉得 郭杰瑞可以回去 然后 像什么 林飞凡 也可以去 但是你却不能回回大陆 你就觉得不合理就对了 是的 就是说如果是 考量传入的风险 那标准在什么地方 那如果是 不 就因为我当我提到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啊 是因为这个 不让你回去你是外国人对吧 那我举了这两个例子 我说那他们为什么可以去 他说 他就没话讲了 然后他说 那你也 你也需要理解啊 不让你回去是降低这个病毒传入的风险 嗯 那我想完就是说如果 如果不想传入那是不是应该禁止任何入籍 或者是 把隔离器改成99天 或者是监测99次 因为就目前这个大陆这个情况你也知道的就是你进去之后要 多次的检测对吧 并且各个地方这个隔离 时间长度可能 都不一样有层层加码那种情况 但是就这种情况还是有漏进去的因为这个病毒呢确实是 有反洋的 有甚至说 一个月之后两个月之后还反洋的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对吧 那从这个角度考虑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 要么就禁止所有人入境 要么就隔离99天检测99次 这个呢实际上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例子 就是比如说我在小红书上看到 几次的这种情况 就是说 有的人 入境之后呢 前面几次都是阴性 后来结果有一次是阳性 就被拉到医院去了 然后呢 又在医院就继续被遮的 前天后后隔离这种两三个月的这种情况 也是挺常见的 也是挺常见的 我可以把相应的小红书发的discord群里 让大家自己去看 那这个地方呢我就又要对比一下了 还是和台湾对比 因为前几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从美国回去了一家人 其中呢有一个孩子 他呢前面几次检测都没有问题 然后可能在这个七天居家隔离期间 有一次检测是阳性 结果全家人就被抓到医院去 隔离了 但是这家人就 就来反映这个情况说 因为他的儿子两个月前在美国感染过精灌 那现在可能是不一样 然后呢CT值呢 只有三十几 三十几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这个 台湾的这个指挥中心呢马上就 相当于重新审核的这个案子 允许他们回家了 对 所以说 从这些例子上来看呢 我个人感觉呢就是说 虽然中国取得了很大的防疫的成绩 但是呢是付出了非常非常大的代价的 对吧 包括我们这些海外华人 不让我们回国 我觉得这也是代价的一部分 对吧 就要引到我下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如果确实是 有很多事情做的不到位 或者是 我们付出了一些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 比别人更高的代价 或不必要的代价 那为什么我们作为这些海外的华人听到的 不是理解 而是嘲讽和谩谩 就是类似这个前几天这个西安的孕妇 很多人认为 当时你的那个节目你也提到了 有我印象没有的 朋友口音就说这是必要的成本 对吧 但是作为我 来 看的话 这其实不是 这是一种人性的泯灭 如果如果是必要的成本 你用的词很重 你用的词很重 你说泯灭人性 你这个 一条生命 就在 就在你的眼前 死掉了 失去了 好 所以说不然卫健委干什么来道歉呢 对吧 最近这两年 就是说网上有一些说法 比如说 什么祖国建设你不在呀 什么什么之类的 海外你回来投毒啊 对 实际上你比如说在这个疫情的初期 国内缺这个医疗物资的时候 我们在海外的人也都是在捐 口罩啊捐这些医疗物资 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分国籍啊 对不对 我不是说我入了外局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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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管这个事情 或者说我入了外局 我捐了东西 国内就不接受 对吧 那 就是说当大家提到这种海外来投毒啊 或什么的时候 我实际上又要回到我最开始说的那个问题了 当国外的人说这是中国的病毒的时候 那同时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对吧 那同样 中国大陆的人说 你们是从海外来投毒 这个病毒是在中国大陆起源的呀 你 我觉得这么说也是非常的不合理不公平的 你 你觉得这个病毒是在中国大陆起源的吗 或者说这个病毒有极大的可能性是在中国大陆起源的 这样可能会比较 你这样讲还 好一点 好一点 科学一点 好 我的 还是回到我最开始的观点 这个病毒是对我们全体人类的 考验 对吧 会有一个问题 作为 作为外国人 你说这是中国病毒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那作为大陆的人 我们这些海外的华人华侨 有回国的需求 想要回国 你说我们是海外来投毒 那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不公平的 好 所以说呢 包括高华 包括京市的利己主义者 包括法轮功 包括墨西哥的毒贩斯 这都是我现在所有的这个称谓 但是呢 你都有在看 你 你讲 你都有在记 哦 好 OK OK 好 好 来 这是呢 所以说 我这个地方可能 可以透露一下 就说一下这个 就是说 海外华人的一些批评 甚至说牢骚吧 我觉得呢 就是说 还是 不要人身攻击吧 也不需要太敏感 就是 作为我觉得了 就是说 作为了我们海外华人 和国内的人一样 都是很 都是很关心这个国家的 对吧 都是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好的 嗯 只是很多时候看问题的角度啊 可能会有所不同 嗯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说 我觉得 这至少呢 不要人身攻击和酷帽子 嗯 好 好 我知道 好那个 好那个 海外华人那个 谢谢你的分享你 你也累积了很多 的那个 不满 我让你一次一次发 发泄出来好不好 但是请留步 因为我要接接一个人来跟你PK 好不好 那个 等一下来接罗尼 好不好 但你先等一下 我先谢谢那个YT的斗内 好谢谢 Easy Me 补充一点 即使流感化流感也会各种变异 2009年美国流感造成大流行 死亡不少 现在看世界范围内完全消灭新冠已经不可能 对啊 全球化今天人类如何面对病毒需要全体合作 是啊 就是要全体合作 来难哪 来OK啊 请原谅我不小心笑出神 无非就是我想回去 我死随天你死活该 这是要把有多自私才能眼中只有淤泥 说你了 海外华人 但是我念这个了 我念这个 我念留言 我觉得 就我说了 那 那我们应该就所有人都不会 因为任何人回去都有风险 把这个病毒带回国内 嗯 好好来 并且是Forever 任何人不觉得回去Forever OK好 来 J1 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很多人在移民换国籍的时候 其实没有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 所有的选择都是有代价的 好来 Easy me 我代表80万美国人30万墨西哥人以及1600 万 台湾人是1600 2300啦 像高黄念一遍三字经 你说台湾有人性 1600就是 走掉的那些人 OKOKOK 理解那1600 好 等一下 我念一下斗内 来谢谢 微信斗内 谢谢M 不想遵守入境规定 谢谢吴 你给中国缴税了吗 诶 那个高华 那个你给中国缴税了吗 我在中国国内工作期间有给中国缴税呀 所以你 啊 你移民多久了 我出国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好 来M 真他妈恶心 所以以前其实也缴税的 好来信 活资高兴求 没有关系 如果我 到目前为止可以说 其他的国家如果你有直系亲属在这个国家的话 你 即使有疫情你也是可以去访问你的直系亲属的 好 来火之高兴求怼高华 不行今天要给罗尼 来M 什么啊 自私自利 不好意思 我念这个 好来 来 那个准备好 下一位 罗尼上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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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